你好,我們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們現在開始為您做教學展示 現在我們來討論一個Suffer矩陣輸入的一個問題 當我們的輸入資料是Excel的矩陣 那如何轉成Suffer所需要的XYZ形式呢? 那矩陣的資料如下 矩陣的資料從這一列是X的123456789 你不一定要整數的都可以 然後在A藍的是屬於Y的123456789 那在這個紅線框起來就是他Z的資料 那這樣子Suffer是沒有辦法直接去讀取的 那怎麼辦? 在Suffer裡面一共提供兩種方法 那我們先講解第一種方法 就是將Suffer的矩陣轉成文字檔的GRD檔 那Suffer就可以接受 那文字檔的GRD那資料格式如下 它就是要有一些這些title 然後這些內容 但是它是純文字檔的 那這個是可以用 記事本就可以編輯的純文字檔做如下 那在執行的過程 你就是開Countour 這一些Map的功能 然後選擇 你剛才存的GRD檔 文字型的GRD檔 然後選取它 那這時候它就會讀取 然後顯示一些資訊 譬如說Size它是60乘以53 然後X-minimum 跟X-max都把你秀出來 然後Y-minimum Y-max都秀出來 Z-minimum Z-max都秀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做輪廓更高線圖了 這是第一個結果 第二個結果 輪廓線 然後造成相片圖 那你當然也可以把這個都組合在一起 或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講解如何操作 將矩陣的Excel資料轉成文字檔的 文字檔的 首先這個就是在Excel開啟的矩陣資料 VGD這個就是X的座標 23456 這都是Y座標 可以發現它並不一定要1234567 依據你的期望而定 那值得要注意的一下就是 你在這邊 必須做一個排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數值是從低到高去排序的 所以這邊必須做一個排序 然後排序完之後呢 你把這裡面的資料貼到這邊來 然後前面就是一些必要的title資料 OK 那根據這些資料你把它存成文字檔 然後署名為GRD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操作給大家看 那存成文字檔的時候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OK 那我們開始 首先 開啟一個圖檔 我MAGRED NU一個 等高線圖 放在電腦 TEST GRD檔 再重新開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就會顯示出來 這個就會顯示出來 它的XYZ的資料 OK 然後 如果你是要 3D World Frame 輪廓線圖一樣 OK 然後 開啟 比如3D Service 一樣 都可以開啟 那你也可以把一些圖 把它合併起來 比如說Stick OVERLATE 這整個都 完整的 那如果想要做更漂亮的 我們有一個現成的範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個範例就是把它組合起來 那事實上 如果要花一些工夫去做的 這兩個疊合起來 那我們的展示就到此結束 謝謝 全節科技 謝謝您 再見